清洁队员喷洒消毒药剂 每个角落都不放过 因应下周开学日 防堵COVID-19疫情在校园过散 高雄市那马夏区公所 18号动员清洁队员 针对那马夏区内三所学校 进行公共空间跟周边环境的大消毒 清洁队的人力大概有四位 以及一部车辆的出动 那就是从我们的民权国校 到我们那马夏国中 以及到民生国小 然后完成这一个全校的消毒工作 那主要是针对我们校园 以及就是教室外围 这个主要公共区域的这个消毒 除了清洁队进行环境消毒 2月22号开学日 那马夏国中校长表示 一样会要求学生每日测量体温 调查旅游史 戴口罩等 并且对个人物品再次消毒清洁 星期一的时候我们也会 除了做味道宣导以外 也会让学生针对自己的教室 还有自己的学用品 或者是桌椅 还有包括我们上课的一些专科教室 都在做一次彻底的消毒 开学日倒数季时 原乡部落各学校也绷紧神经 就是要做到防疫滴水不漏 不要让校园成为疫情破口 原来新闻那部高雄那马夏采访